下一套了 汪明 汪明是我們啦 要落18禁 警告本作品可能令人反感 大家千萬不要看 講完 但是我們看到某雜誌 是給四星的動畫 即是四星的評分 滿分是五星 有人給四星 那不要緊 那個是推薦度 你要知道那本雜誌 上個星期才講完人形五公 因為他就馬上做人形五公了 但是那種五公是有不同的方法 即是探為觀止的 令人的故事是令人這樣說 接著我們要講的那一套 就是PA Work的新一套的青春愛情 人形五公 你很明白愛情的? 我相信是的 我還以為是一些未來與之的劇集 Gas Lab Gas Lab Oh Sorry Lab就是LAP 那就是一個圈的 隨便吧 其實這套 大家都知道 PA是經常每一季 都一定有一套 這一類型的 就是幾個 boy miss girl的 用鏡花的行李 boy miss girl的青春劇 青春劇 在裡面 而這一套 首先 一開始看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很奇怪 就是一套作品 如果你不是對這個 介紹的角色是很沒有自信的話 你是不應該一個角色出來之後 你就將他的名字打出來 這種做法只有一種動畫是會這樣做 偵探 然後就會死人了 然後就會死人了 你不給這套其實是偵探片來的 柯蘭 我不排除的 還會寫《連理名職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一套的描寫就是這樣 男女主角用他的御視未來的出人來 找出殺死人的真空 有沒有出頭 有啦 當然沒有出頭啦 預知未來找真空 完全是不合理的 人家看著玻璃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未來 有聲有話的 有聲有話不是迷迷香港 偵探沒有純罪的 偵探第一季 給大家看到第一季 不是啦 因為那個故事就說 透子啦 深水透子 對啦 濕深透子 濕深透子 你開頭看到是 你不要恥笑別人的名字 恥笑了恥笑了 有馬二這個名字 你開頭我會覺得很奇怪 那個節奏就是 他開頭就當好理所當然 其實有馬說真的有第一季 其實真的是對的 你看到那些角色是很理所當然的關係 然後我就說 你當我知道了 觀眾是看不明白的 看完第一集 哇 這些人際關係亂到 不是啦 他們很穩定的 他們三女 兩男 一個很穩定的人際關係 他們發展完整 一個完美的拍子 你是一開始去看煙花那裏 你甚至乎不覺得那些人是認識的 我有這樣的感覺 有個女生在那裡逛樓梯 我以為一群不認識的 大家因為那個廟戶而大家認識的 原來不害的 原來這麼奇怪的 原來認識的 一開始高山紅 深水兜子是例如在走祭典 另一批男生就是這城尾和這白白旗 他們每天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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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之後一起看煙花火的八七 好奇怪 所以我們都慎防 未看的聽眾要聽明白 首先先講講人際關係的loop 就是I am經常講的人形五公關係 這麼快就出來 童話沒講過 童話已經在第二集講 已經第二集了 OKOK 其實不如我先講講 其實如果大家看這套東西 就很難看到過話無邪 所有講PA work那種特點 PA work的特點就是畫的 對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特別如果你上一季PA work出的那套 封瓶狼狼狼 那些作畫風格 首先變成了羅茲閉爾 那眼睛變得很大 那你說他的眼睛變得很小 那你可能覺得 都像一點點PA work 但反過來 他的眼盔的形狀 有時候變得有點像JC和驚蛇那邊 你可以對比Kon或者電磁炮 有一點點像 所以你說PA work那種獨特的畫風 其實就少見了 那你說就算他在背景和場景 那些作畫的效果 也都不見得有很PA work那種出色的感覺 那問題就是 第一集你哪個位會知道他是PA work的呢 大家看到最後 就是首歌了 聽到歌手的聲音 你就會知道他是PA work了 去到第二集 我們可以在哪裏找到呢 第二集就是見到 陣燕工 問題在於 除了畫角色之間的關係 就是 角色之間的感情 他們一開始就說 一個角色 喜歡另一個角色 正常的 你可以說一對 你可以說主角 對某一個角色有好感 或者某一個角色對主角有好感 這就是為什麼我翻的 但你突然間present了幾對出來 然後告訴你 他其實對他有好感 就算我們在我們上季這個風平浪陣裏 我們只是一開始都知道 是阿光對愛花是有好感 即是他還沒說到 而且你是慢慢慢慢地 甚至說 這條蜂蜂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但你現在就是告訴你 一大堆出來 你看到一大堆蜂蜂仔在那裏 不是第一集就present一條蜂蜂蜂 蜂蜂蜂蜂 是整個full picture 其實大家亂不亂的 覺得 不是亂 其實他是貪心 他是貪心 他不是說 講完一條感情線 先去講另一條線 他就是 全部感情線 就放在一二集那裏講 就像如果大家 在那樣 五個人的關係 已經有一條線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所謂這些 所謂這些 就是叫做 愛情故事 你 你不是想說上星期一句 你認識一條鐵嗎 沒有 我不說 我們要有些新意 我不說 他是需要一個時間 去慢慢浸出來 去醞釀 你需要的時間 你才會說 我喜歡你這一句 是有一定的衝擊力 但你第二集 無緣無故會見到 雪哉 跟透子講 雪哉 跟天哉 沒有關係 應該沒有關係 我喜歡你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感覺 還有 沒有感覺 他說 我改了對 多忙 高達仔後面看著你 仁仁草谷關係 已經成立了 很慘 心碎透子 講過戀愛禁止 這個團體裡面 是戀愛禁止 第二集就跟你講 戀愛解禁 然後把我明白 就被一個陷阱雪哉 戀愛解禁 還在他面前說 單獨的時候跟他講 然後雪哉當然就表白 表白完 哎呀不好意思 你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那些不是騙課金來的嗎 本身說不行 後來有課金解禁 冷靜 這個問題是 跟剛才有馬 一直說的問題 就是 我鬼知道你們戀愛解禁 你們戀愛禁止 還是戀愛解禁 我告訴你 你跟你狗玩都沒所謂 喂 我不知道你為何要戀愛禁止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戀愛解禁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戀愛解禁 是死 有沒有人知道為何會戀愛禁止 沒有人 他們是AKD來的 有第一季 你沒有看過 所以我經常都說 寬哥是偉大的 可能我們找回日本 可能有大零集 或者有劇場版的 這套東西 不是 其實他有一點講過 他說 如果大家變成男女 男女 可能團體又是命聽不到 其實一定是散 又是會散 根據我們過往的理論 跟蜂鳴暗靜一樣 只要男女的數目 是不平等的時候 戀愛一定會散 當他有戀愛的時候 但是 但是 那個問題 就是 坐於一件事 就是說 他 如果這個是 剛才阿姨說的 就是他故事裡面說的 是說 我不想散 而戀愛解禁 的話 那你究竟是想散 還是想不散 這個你又錯了 因為加了一個男主角 變成三男三女 戀愛就可以解禁了 但是 有問題來 你要知道 那間咖啡店的店長的孫子 有另一個男生 除了雪哉之外 白騎 阿佑 即是賭其信長輩那個 我沒有記錯了 三下大帝 是嗎? 記錯了 隨便吧 那一個呢 他就說 喜歡一個女生要告白 他說告白的女生 好像是在醫院 那不是現在戴眼鏡 來女生 總之呢 現在這個故事裡面 先說一下 透子喜歡誰呢 是問好問好問好的 透子是愛花來的 他都未弄 他都未釐清自己的愛情 如果你用這個concept 這樣的話 阿驅呢 那是應該喜歡阿恨的 為什麼呢 好朋友 其實錯開了 其實他不是對透子有興趣 其實他對阿恨有興趣 為什麼 為什麼他想知道 就是結合昇華的未來呢 就是他可能聽到聲音裡面 聽到阿恨將會有不幸 所以他需要一個畫面 去拯救阿恨 在這個不幸的災難裡面 其實如果用這個風平浪靜的concept來講 喂 好合理的 一點都不合理 那其實就是 你這裡先講一下 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白奇 就喜歡阿恨 阿恨就不知道什麼 阿恨就純粹是 阿恨肯定對透子 100% 然後接著就是 雪哉就喜歡透子 而高山就喜歡雪哉 而阿恨就不知道你做什麼 那這個 那這個 如果他有兩 這個我不知道他有一個 阿恨應該有頭來的 吳宮頭來的 不是可能是吳宮糞便 不是 阿恨是風平浪靜的角色 都是 就是什麼 人類 就是地上人 剛剛又是外來人 又在這個集團裡面 如果一個固定集團 運了一個新人 完全是一樣的 亂入的 所以你要 設定一個 可歌可憂 多個關係 的愛情故事 沒有問題 但是呢 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設定 就是 阿透子 能夠在某一種情況 即現在 第二集就說 看著玻璃 他就可以看到這個 未來 未來的畫面 畫面 沒有聲的 沒有聲的 而阿屈呢 就能夠聽到 就是 未來的聲音 是的 當他們兩個 要看未來的動畫 的時候 就要聽動脈無雙 大家去回本節目的網站 和Youtube 就可以收聽到 是不需要找一個 會看未來 和一個收到聲音 你如果想看Gasleap的第三集 記得聽我們的節目 不會播的 我們是不會播的 其實很有趣 阿屈這個角色 我覺得 要表演一個角色 很神秘 但是呢 對我來說 他表演到 阿屈的角色是什麼呢 他的角色很神秘 他不是神秘 你沒有看他 誰是神秘到家裡的電話 大哥 去咖啡廳找女主角 喂 我想跟你聊些 不是 我看到你見到的 錯 第一個位 是在 學校 他去報名 我要進入這間學校 然後看到女主角 然後第一個跟他說 我殺了些Gas 行不行 然後 你聽完這句之後 很老實說 這個人不是神秘 這個人是神秘 這個人是神秘 被迫告的 心理有問題的 需要尋求輔導的人 是 OK 然後 之後 阿屈 是有目的地去找阿屈 然後跟他說 我看到你看到的東西 我看到你看到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約你出來 而這些情況之下 你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報警 我以為不是 咦 我在眼鏡反光 你看到的東西 我先看了些什麼 洗澡的時候 然後 OK 你想查證 這個 你想查證 究竟這傢伙去 買自己身是什麼目標 特地找到一個 找了一條女 當然不知道 找一條男子 找阿杏去 跟他一起去 不是肯 他自己說去 他擔心這個套子有什麼危險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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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 阿屈說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個人說話 不是 不是 你要說之前那一句 他一看到已經有多一個人 然後走到第一句 我怎麼可以獲得你的信任 你說什麼 你不明白 這句話 你們說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說獲得你的信任 不是 你這一句 他就 告訴你 這個瘋子 我知道 這個瘋子 他是 他知道 他之前所有的對話 所有的遭遇 都會被人覺得 他不會令到別人信任 但是 這條男子來了 然後他就問 你來了 是不是代表信任 就是說 你是不是想試一下我呢 如果是的 我就要問 我怎麼可以得到你的信任 當然 這句話是沒有解的 這句話是 出來之後 告訴他 你是不是看到一些很特別的畫面 其實我是看到一些很特別的聲音 但是 他應該是聽到第三百九十六部之後的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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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了一件事 當我跟你在一個很近距離的情況之後 我們就能夠聲話同步 我們就可以看到未來的動畫 我想問 跟這個亂生戀愛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他們兩個是在一起看到未來不代表 他們兩個要喜歡大家的地方 他沒有說到現在喜歡大家 阿區都沒有說到喜歡大家 阿區都沒有說到喜歡你 阿區好像買電話會送個免提給你 問題就是 OK 阿區一直在這個對答裡面 他是沒有說過 聲話同步之後 他想做些什麼呢 阿區那個狀態好像說 他已經是有他的目的 所以 當他找到一個有畫面的人的時候 我需要你的能力去做某些東西 是的 他應該是需要某些東西的 即是 他可能 他是一個5.1星度來的 他自己是一個 然後跟著他就說 咦 我要找一個可以有2D畫面 然後我可能說 下一部我就要找一個有3D畫面 然後跟著說 我要4D有足感的 然後跟著就說 其實5.1星度是不夠的 我還要找一個聽到聲音 可以有7.1星度的 那我明白 但如果我明白就是你想集合這個世界 可以看到未來的人 然後開一個未來的影像本 那我都OK 大哥 你會不會 我經常在想 這個故事是不是6個人集合 結果有聲音有話 什麼都有查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能力 我不清楚 每個人都有一個未來的能力 但不知道未來是什麼 還有整個很雜碎 所以其實他是很貪心 他什麼都想說 什麼都有些 但其實 尤其是 這次的編劇是 新人 監督是新人 他本來是另一個 西村純爾 他只是畫名而已 作成利鄉 不作為新人 我看過西村純爾過去監督的編劇作品 其實也不是這類型的 所以現在的感覺就是 喂 他是不是一套青春劇 不是 我不先不定義 他是不是一套青春劇 青春劇也是一套 他想說什麼 其實你覺得很有趣的 剛才我們一開始 我們在咪前吃東西已經說 尤其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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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幕 你會見到在職會上 A長領有兩女兩男 A B和C D 然後E就走過 老哥 F在家裡 第二幕 有在學校那裡 A女主角和F男主角走過來 聊到對白 接著C場景 在咖啡廳裡面 A B C D E 齊散之後 F就走過來了 講這個對白 然後就跳巧莫到 這是什麼來的 剛才I M就說 這個是新房的玩法 對 這個是新房的玩法 你除了新房會看到 有字 然後突然是電線降 然後看到 起飛腳 然後看到 別的東西 或者一跌的畫面有字 之外 你不會看到別人這樣做 他是用了新房的表現手法 但是用了P.A World類似的作畫 你聯想不到 他有本性人認不公的背景 但你聯想不到 那四個場景 加上一個什麼故事 那問題 你不會看到新房的作品 有這麼多人 在第一集裡面 不關事 新房的作品 都有 他不是沒有 而這裏的問題 那裏的問題 就是 他沒有寬高 他沒有寬高的動員能力 他不是有一套 第零集 或者有個劇場版 我是不知道 究竟 在未有阿區之前 那五個人 是發生了什麼事 會不會其實是 你不知道有第零集 你見到OP 看到OP 透子是短頭髮的 他最後唱完就短頭髮 就是以前幾個發生的事 這個就是伏筆 他已經做了 過去式 解禁了 是未來的 我想到了 其實第一集是未來的那一集 我們要透過 昇華同步 在故事裡面 去尋找第零集出來 是不是新娘公 娘公做回Booley Box 如果這個是暫生的事兵手法 儘管看下去 等下完結的時候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真的要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我覺得 我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除了這個故事 是散到無倫之下 其實我覺得他 用了很多景 我想用了很多力度 在這個景 因為其實我看回他的資料 他用福井縣的板子 三博市那邊 是做過舞台 而是他那邊 是找很多資料 是去建構這個故事的舞台 那當然 這個故事的舞台 沒有東西的 P.A.Wattie也是這樣 問題在於是甚麼呢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成立了一件事 他們是很專注 很專注在這個背景方面 但是人物在那方面 就隨便 這個他有說過 這間負責影像製作的公司 其實他主力來說 他曾經是為了很多地方 帶來不少遊客 又是一些性經常 聖地傳例 因為是地方旅遊局 給他 然後是賞賞動畫公司 這件事就不一樣 但上次福井縣 也是曾經試過做過一件事 就非常之糟糕 福井縣 上次做的那個 就叫做眼鏡布 結果這件事也是在福井縣 又出唸 不知道這次會怎樣 我明白這個共通性 大家都是玻璃 對 他在那裏做眼鏡 非常有名的福井縣 老實說 他燒玻璃的位置OK 其實這個縣的特產 是不是玻璃製品 你吃玻璃大 玻璃製品一定要吃的 你甚麼都拿來吃的 不過這裏呢 這個三國縣 三國市最出名的 是景和煙花的 就不同上次那個 就是真的做眼鏡的傳 不是 或者這樣說 我講 如果你說在角色上 不講這件事 只是在角色上描寫 其實他現在的角色 他是未 present 到每個角色的特性 因為你好像是見到 雪災的 你只知道甚麼 是跑步 甚麼運動部 他只是在跑步 你連他是不是運動部 還是 他就是一個受傷的運動員 他是一個國家級的運動員 還是他是一個廢柴 你也是不知道的 他一定不是廢柴 跑步 跑步就是廢柴 廢柴不會跑步 他有一段障礙 甚麼邏輯來的 然後阿俊 阿俊又是不知道 阿俊總之就是 阿俊就是他老爸 然後只是出了音樂 但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是甚麼 而後子呢 後子你唯一知道 就是他家製造玻璃 超玻璃 他家製造玻璃 他家製造玻璃 有說的 阿俊的爸爸是建築家 媽媽是彈國琴 而且很喜歡做雞 轉孝心 而且大家有沒有混淆過 高先生的角色 跟白琦的姐姐混淆過 我第一次以為 我以為是 他們住在一起 然後我就想 如果他們住在一起 我第一次思術人形 不公的問題 那是誰喜歡誰呢 其實他們原本已經是有東西的 一方面和人同居 但我又不喜歡他 我正在喜歡另外一條 NTR自戀 這是一個很複雜 但其實 我們覺得 你做個角色性格不立體 他要第二集的忠後 才改說 阿姐姐不要玩我 造型 又不立體 不是不立體 是一樣的 故事 又不知你是甚麼 那這套究竟是甚麼 那這套究竟是一套 甚麼新類型的動畫 我真的不知道 日本的環語風情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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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又不是說 他的角色 新時術革命 他又不是說 他的角色 是去到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介紹的地方 那這些才叫環語風情 那不是 Railway 他有甚麼 他有看煙花 有去廟會 這些就是 介紹的 最後 最後要說的就是 其實你真的看他 如何運動 所謂的聲畫 同步的能力 他可以創造甚麼的愛情 其實他們不是吃過迷幻藥嗎 有成份 玻璃帶嘛 但說真的 那句 甚至乎 PA-Works 最有看頭的畫 我覺得這次這套動畫 都是不行的 即是 他降了水準 就不是PA-Works 一直以來的高畫風 水準 就是降了普通動畫 普通動畫 那種作畫質素 他不是有質素 他的畫法也有點像 那邊 當然 這套動畫的預定 只有一季 看看他一季 裡面 可以升畫同步 我覺得 這套動畫 那套動畫很短 那套動畫很短 不要再說套動畫 我甚至覺得 塔利塔尼 比他高很多 而且最少 塔利塔尼 差極 也有些音樂的假成 即使你不喜歡這套動畫 也有些歌 可以聽一下 所以 他的劇情就不正模樣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都是那句 我想大家會堅持去看這套 然後在櫃尾去恥笑這套 這套動畫很可笑 這套動畫很可笑 不過很難頂 不知道 有沒有人頂得信 甚至乎覺得這套動畫好看 最麻煩的是 這套動畫不好笑 你垃圾就好笑 都可以頂得信 你垃圾就好笑 就很糟糕 不一定好笑 不知道 總之 青春番 其實最重要的 應該是講感動 但你不要說 我有個感覺 如果你說近代 我們很喜歡說 日常番 日常番 好像沒什麼主題 沒什麼內容 但其實日常番 日常極 都是一些行為模式 大家會看到 例如說 K-On 你也會當日常番 因為你會看到他去合宿 做一些無聊事 去廟會 吃東西 解決事件 那些都叫日常番 但我覺得這套 是日常番之中的典法 因為你根本都不知道 他做什麼 好像四條廢人 真的很日常 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 總之 總之 都是那句 你看下去 看看這一套 可以創造什麼 愛情 運用這個所謂的 未來事 和未來聽的能力 究竟可以創造一個 什麼愛情故事 出來給你看 你不如說 將會還有什麼 其他的能力 發生在這套故事裏面 不呀 學他妹妹就是所說的 未來事有什麼用 當然是看賭博的賽事結果 這個就是最現實的思維 這些就是向淺漢的思維 不應該推崇這種思維 不應該推崇這種思維 所以很肯定 如果用鏡花定律 他妹妹就沒有青春 人家妹妹很厲害 第一位 當然你說 用未來事這件事 究竟有沒有青春 當然要問我們的青春大師 這個鏡花先生 看看他怎樣判定這套作品 當然你們留意我們的Facebook 看看鏡花先生 他怎樣去演繹這套 青春愛情的故事 好 我們去下一套